大家好,土工包子李,今天最大的一个事,是开了一个会 习近平主持召开二十届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 第一次会议,强调加快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 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的格局 包子李反正什么都是新的 这个东西看工厂的文件,你要捏着鼻子好好闻 闻到了以后,你就读懂了中国,闻不到你就是死了 被他骗了,还帮他数钱 所以一般意义上,凡是有人,不管是当老师的也好 还是你的父母也好,还是国家也好,土工也好,美国也好 全世界的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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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牛逼人物也好,只要他用新的这个东西 来忽悠你,来跟你关鸡汤 你脑袋都不用想,一定是一片子 什么新秩序呀,什么新时代呀 什么新格局呀,这些东西凡是有个心字的 那都是大骗子 人那时候没什么新事 我跟你说,包括那些搞科学的人 那些搞公司的人 凡是在忽悠你心事的人 用新这个东西来忽悠你的人 所以我的节目呢,经常会跟大家讲点这个直觉判断你 你都不用想,你也不用猜他,你也不用想他说什么嘛 你都不用听 所有的以新的名义来忽悠你的 都是大骗子,都是大怀的 因为日光之下,五心事 对吧,所以西包子你看到没有 大骗子,大牛蒙,大出生 新时代,新格局,新思路 哎呀,世界深层政府,新思维,新格局,大重置 是吧,搞新词,旧时代过去,全都是骗子 这是第一个看点 第二个看点,这个文件我看了一下 都是老生常谈,都是土工八股的那些 有的没的,可说可不说,没什么暖用的话 共产党的一个会议,共产党的一个文件 它里面管用的就那么几个字 一般意义上,一篇共产党的文件 一个共产党的套路,它新出来了以后 它管用的字不超过20个字 其他的都是废话 都是脱口放屁,是吧 但是有那么20个字 是新东西,的确是新东西 你看一看 所以你看这个文件里面有一个东西 就是什么呢,有哪几个字 要坚持底线思维和什么,极限思维 所以它有价值的东西就这么八个字 底线思维,这是第一 第二个什么,极限思维 然后准备经受风高浪急 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 就这么几句话 正二八经啊,正二八经看的话 就八个字,底线思维,极限思维 所以你抓着这八个字 你就琢磨,你不要随着这个 细胞子的文件的思路走 你要按照自己的独立之精神 自由之思想 按照自己的内心的常识走 你就能,你就能马上能看出 细胞子裤子里有几根牙签 一点的问题都没有了 那什么是底线思维呢 它的底线是什么呢 一般意义上,我们科学的语言告诉我们 当你说底线思维的时候 你首先应该要强调一点 什么是底线思维 也就是说底线是什么 然后他告诉你,我要极限思维 你心里一定要马上问他 你跟我说明白,你别忽悠我 极限思维,这个极限是什么 所以你想想 你把这两个词抓住了以后 你就能把包子裤的裤子给脱了 就像任志强说的 你别跟我忽悠那么多 你他妈的就是想脱裤子 脱了裤子也要当皇上的 这么一个闹种 这么一个垃圾 是不是,你啥也不是 所以任志强跟他熟吗 是不是,都是红二代吗 他戳中他的腾处了 杀了他的祭典了 所以他生气了 所以他也不管不顾了 是不是 然后就把任志强给抓进去 18个字,判了18年 就这么简单 那我们说习包子的底线思维是什么呢 你按照正常情况 安全,国家的安全 国家安全意义是个什么意思呢 就是面对外内的势力 比如美国人 日本人 是不是 要开始把中国要灭了 但是问题是你现在从美国这边 你听不到任何美国的政府 美国的军方 要把你中共给面子的消息 人家说了是我跟你不是对手 但是我跟你是竞争的伙伴 是不是 我不跟你脱钩 但是呢 我们之间有分歧 我们之间有些个东西 需要把事搞清楚 没说现在要新兵逃犯你土工中国 从来没有人说这个话 日本呢 也最多说一个台湾有事 就是日本有事 也就是说你如果不懂台湾 日本人是绝对不会跟你正面给你扛的 不会跟你打起来的 在中国之外 到目前没止 我们说过无数次啊 你要说有没有一个国家想把中共灭了 那真的就只有俄罗斯 俄罗斯虽然表面看起来好像是中共的盟友 但是你按照中国人的老话 就是所谓的孙子兵法 你来思考的话 这是个巨大的错误 是不是 因为叫远交进攻 美国跟你那么远 你应该要交他做朋友 俄罗斯跟你这么近 你应该要防着他 是不是远交进攻嘛 这个孙子兵法呢 有些个词是对的 因为相跟两个国家跟的太近 那么长的边境线 他总会有利益冲突啊 总会有边境冲突的呀 你必须要防死 每时每刻都要保持绝对的警惕 你说美国跟你这么远 有什么可怕的呢 但是到目前为止 真的 如果说有一个国家 要把土工给灭了 这个国家肯定排第一的就是俄罗斯 不可能是日本 也不可能是美 更不可能是美国 日本倒没有 有没有可能 有可能 但是日本必须是要这个什么 西包子脑子进水了 手率先开第一枪 台湾也是 台湾你说你西包子 只要你不开第一枪 台海之间就什么事也没有 所以综合上述 你会发现包子里所谓的安全 根本就不是说中国之外的事情 不是国际形势 而是什么 而是国内的 那国内的你也说不过去 为什么呢 你西包子你党真军一把手 打破的过去共产党的规矩 强行撸袖子连任 你现在身边没有一个看了很明显的 什么对西包子不满 那以后要被西包子单挑的人 一个都没有 是不是 个个都在这里拍你的马屁 你的所谓的常委 全是你的太监 以西包子 你目前为主 你在国内的事情 从组织层面来看的话 你绝对比过去的皇帝还要牛逼 因为过去的皇帝 他是有家族企业 他还是装下孙子的 还是要希望大臣们给他提点意见 西包子他现在就是 是不是大权在握 谁都不敢对他说实话 谁都不敢说 对他说半个步子 他哪有什么安全不安全呢 是不是 所以你就明白了 这个所谓的底线思维是什么呢 那极限思维又是什么呢 其实两个事情说起来就是什么呢 就是他觉得自己的浓椅不稳定 虽然他已经霸王阎人公做上了皇帝 但是呢 他觉得他的底线就是我的位置不能动 是不是 极限思维也是一个意思 我们翻译成白华文的话就是什么呢 就是我他妈的把中国人都死光 我把党类的对手都杀光 是不是 我把所有的敌人一个一个都找出来 国内的敌人啊 一个对手一个一个找什么 我全把你灭了 是不是 极限嘛 是不是 也要确保我的统治的绝对稳定 就这个意思嘛 所以 哎呀 看了这个消息呢 我说实话 我是多多少少有点伤感的啊 就是我之前也说过 只要习包子在二十大没退休 中国未来 只要习包子不死 中国未来一点希望都没有 会越来越糟糕 什么什么奇迹都不会出现 是吧 除非习包子死了 所以他们就讲嘛 他说如果是按照习包子的所谓的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的话 现在北京这边的饭局就开始热议嘛 就怕死呗 说白了就是怕自己当皇上当的不稳呗 然后有人把它做掉呗 这种力量不可能来自海外 来自于其他的国家 不可能来自欧美 不可能来自日本 那就只能来自于中国国内的 共产党体制以内呢 是不是 他自己是这么想的 所以北京饭局有人就是讲了一个话头嘛 一个话题嘛 就是讲了习包子的三种死法 我觉得是很有道理的啊 其实也就是一个历史的再现了 没有什么新东西嘛 首先第一 如果习包子像毛泽东一样一致干到他嗝屁 那你放心好了 习包子死了以后 他的整个习氏家族 将会绝对绝对被共产党里面的其他人 绝对彻底干犯 他绝对会整个家族都要消灭 你看着他比毛泽东还要惨 因为毛泽东比习包子更有威信 更有资格 人家从井冈山经过什么呢 二万五千里什么大逃跑 什么抗战这么一路过来的 人家有资历 你习包子没有这样的资历 你现在只不过有人不想跟你讲道理 因为你是个流氓 没有人跟你讲道理 讲道理没用你 你由言不尽 但是一旦你死了 你的整个的家族 那绝对跟你彻底干光 这是第一种死法 就第一种死法应该是最惨的 就是习包子的家族绝对干光 一个都不留 灭九族 我告诉你 第二个死法就是习包子 镇居不稳 皇帝座位不稳 然后突然有一天就崩溃了 崩了 架崩了 所谓架崩就是人还没有退休呢 是不是自己死在这个农椅上面 是吧 第二种死法 第三种死法才是什么呢 就是你搞得太过分了 然后呢 你脑袋一根筋 是不是完了以后你惹事 你你你你你觉得自己国内的事情搞不定 完了以后想通过台海这边搞点新动作 然后扬名逆弯是不是 搞一个大事 你脑子进水掀开第一枪 哎 所以 然后就被美国或者被日本或者被台湾给定点清除了 把他脑袋给搬家了 所以一般意义上他们讲的最后一种死法是最幸福的死法 定点清除死了就死了呗 因为他的饿还没有做完 所以他死了以后他的家族就不会跟跟着一起遭殃 最多也就一去海外而已了 所以你想想吧 第二种死法呢就是死在位置上面 死在位置上面是个很麻烦的事情啊 是个很麻烦的事情 因为你还没退休 完了以后你死了 那天下大乱了 天下大乱 因为你美国人没有杀进的 台湾人没有日本人没有杀进的 那中国国内就是囊烟四起啊 是不是 不知道有多少人因为洗包子中头驾崩死于非命 那第三种死法呢就是什么呢 就是你这个什么 干到了最后的一个时刻 咯屁了 完了整个家族被灭掉 三种死法 我觉得这个分析是很有道理的 你们觉得呢 谢谢